大家好,我們城市走足節目呢 今天來到松山區的饒河街夜市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饒河街觀光夜市 那這個饒河街觀光夜市跟這個松山區的歷史有什麼淵源呢? 它現在很明顯就是一個以觀光取向的夜市 然後到晚上會越來越熱鬧 那這個跟饒河街的老街有什麼關係? 然後跟這個松山區的發展歷史有什麼淵源呢? 那我們今天很高興可以邀請到台北市立文獻館的導演老師王老師 老師你好 嗨你好 老師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台北市立文獻館它主要在做什麼嗎? 我們台北文獻館是蒐集台北市的一些歷史 還有古文物 我們也很高興把這些歷史古文物介紹給市民大眾 然後如果你們有興趣想來了解台北市的一些歷史呢? 我們有規劃二十幾條的路線歡迎大家來申請 這個都是免費的 那我們今天就來到松山 那為什麼我們會規劃松山這一條路線呢? 因為松山在算發展史算蠻早的一個地方 那我們早期呢?這裡不叫松山是叫毛里溪口 毛里溪口 那毛里溪口是什麼意思呢? 在原住我們是彎彎曲曲的道路 那在那時候呢?我們就有這條街了 可是以前呢?老河街呢?不叫老河街 它是叫溪口老街 那我們剛剛有講到那個 我們松山本來原住民叫毛里溪口 毛里溪口就是彎彎河流的意思 彎曲河流 那這一條彎曲河流是哪一條呢? 就是基隆河 就彎彎曲曲的 那漢民族呢?覺得 毛里溪口太長了 所以那就改成溪口兩個字這樣子 那所以這個饒河街呢?它的歷史呢?非常的淵源 從清朝到現在這樣子 那早期呢?這個在清朝的時候 它的那個街只有五米寬 然後到日據時代呢?拓寬成七米 那到民國79年的時候呢?就拓寬為十二米 就是現在這個樣子 那在早期呢?我小時候就是住老火街 他們那時候還沒有很寬的時候 是都矮房子 那那個參差有幾間洋樓這樣子 那因為拓寬的時候 就把所有的房子都拆掉了 所以你就看不到說 為什麼這一條不是老街的樣子 原因就是在它拓寬了 然後把房子都拆了 那時候正好流行四層樓的公寓 所以這邊的房子呢?就變成幾乎都是四層的公寓 就這樣子 這是老火街的一個那個石墨 那其實一條老街呢? 我在小時候住在這裡的時候 它是非常的興隆 那早上有菜市場 那晚上有夜市 是一條非常熱鬧的一條街 那因為那個拓寬之後 整個市場呢?就變成沒落了 那我們這邊的地方是一直很想說 把那個熱鬧找回來 所以就去跟市政府申請 申請成為觀光夜市 那當時呢 那個萬華華西街 他們也在申請 本來有的人就會說 華西街是第一條觀光夜市 可是那個 因為我們剛好找它一步 所以就變成老河街夜市 是第一條的觀光夜市 老師你剛剛說這裡 自從拓寬以後就沒落了 為什麼會這樣? 人潮就走上了 是因為原本的那種感覺已經不見了嗎? 對 因為那個早期 它是有早上是四層 然後那個政府好像那時候都不太習慣 有那個攤販 所以他就把這些市場集中在南松山 那南松山就變成一個大市場 那那個這邊就沒有市場了 然後你又本來大家習慣 好像就路邊攤買東西 對不對? 是是是 你變成都是店面很豪華 然後可能這個是我自己想的 是 就是這樣子 然後就都沒有人潮來了 那可能也加上說 其他地方的市場也興建了 然後他們就不用來這邊買 因為在早期呢 可能就是南港啊 湧村啊 那邊都沒有什麼市場 所以他們如果要採買的話 都一定要來 來那個松山老街這邊來採買 南港啊 內湖啊 高中林啊 湧村啊 湧村那邊 都要來這邊採買 所以那個 這一條街呢 當初是真的很熱鬧 我住在那這裡的時候 是非常的熱鬧 所以其實人潮它只是說 移到別的買東西 比較方便的菜市場去了 對 然後所以這邊原本的攤販沒有了 所以人潮自然也就減少了這樣 可是這邊的人就會覺得說 這麼一條熱鬧的街 怎麼會這樣沒落下 所以我們就 其實那開會 去申請開會的時候 我也有參加 然後申請就是說要 希望政府成立一個觀光夜市 然後當初呢 申請那個觀光夜市的時候呢 我們就有分那個什麼 前段是那個藝文的 所以在當初成立觀光夜市 也有在賣貨 不是像現在 就變成被時代淘汰了 這些藝文的 就沒有保攤了 然後就變成幾乎都是在賣吃的 比較多 是 好 我們邀請到 台北市藝文獻館的王老師 那我們現在來到這個 這裡 L O V E 彩虹橋這裡 那聽說 老師聽說這裡以前叫做錫孔 然後現在是松山區的這個 它的那個旁邊就是 饒河街觀光夜市 那老師可以幫我們 介紹一下這個地方的歷史嗎 好的 那個 本來這邊是原住民在住的地方 然後因為基隆河 它是彎彎曲曲的 那平埔族的人呢 就叫這裡呢 叫做貓里喜口 那因為 差不多明末清初的時候 就明末的時候 就陸續有和民族過來這邊發展 到清朝的時候 發展得更新盛 那他們認為 馬里喜口太長了 所以他們就改成喜口 那台語叫做喜口 那那個 那個後來呢 日本人來了 他覺得喜口這兩個音 在他們日本畫是覺得很不雅的 是 那他們就 那時候剛好1920年 他市區改正 他就要改所有的地名 那他一直想不出 我這裡要改什麼呢 然後當那個主事者 他就想到說 他們的故鄉 那個美麗的風景的地方 松山 那我乾脆來這邊取名 叫做松山 以前以為說 松山是這裡松樹很多 其實不是 是日本人覺得 他想到他的故鄉 松山 所以把這裡取名成為松山 這樣子 然後那個原住民 幾乎都被漢人 趕到汐止的張樹王 這樣子 對 然後這裡 後來這裡就幾乎都是 漢人的天下 是 了解 那老師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就是 剛剛您說的這個地方 它為什麼會現在變成是 叫現在這個地名嗎 那這裡它以前也是 曾經是非常的繁榮的地方 對 因為在早期啊 很多地方它是沒有鐵路 沒有公路 它就是要靠河運 那 那時候那個 大部分都是從淡水河 對 大陸是從淡水河進來 然後如果要去基隆呢 或者是宜蘭 隔馬路 那就要靠我們這一條 基隆河過來 那所以 他們就會經過我們 喜口這一邊 再到基隆 大家可以想想看 那時候如果從我們喜口 要到基隆 要多久時間 一天 用一天 對 所以他們就是 走到這裡的時候 剛好要休息 所以他們就晚上就是在這邊 休息 然後買東西 或者是 現在講的說什麼 有深色場所 然後就變成很熱鬧的 一個街道 那再加上 金瓜石那時候不是 聽說金瓜石的 金就是在 基隆河發現金沙的 所以就變成 那邊繁華 也造就我們這邊也繁華 就是在那邊挖到礦了 賺了錢然後來這邊花掉 對 所以我們這邊就變成 其實在清朝的時候 就有小蘇州之稱 就是 表示我們這邊 非常的環溶 然後你要做什麼事情都可以 這樣子 那所以老師 你說這裡以前是渡船頭 所以就是 來往河澤兩岸 所以以前沒有這個橋 以前都是靠著那個渡船 這樣子來往兩岸 對 沒錯 那個 在我小時候 國小的時候 這個渡船呢 還有在營運 那個船夫呢 他就是 因為我們這邊比較熱鬧 然後對岸呢 他們要採買 也要坐船過來這邊採買 這樣子 所以其實那生意還是不錯的 就這樣子 然後以前 其實現在的基隆 是整治過的 不然以前是 就是有些金色的沙灘 是有金紫 還是說是很乾淨的顏色 很乾淨的顏色 對 所以是沙子 就不是石頭那一種 對 大部分都是沙子 所以老師 你小時候 這邊就是金色的沙灘 對 還沒有污染到現在這麼嚴重 其實現在 有比較乾淨了 我們有污水處理 有比較乾淨 不然有一陣子是 那真的是很臭 然後又變成黑的 你看現在就 就很乾淨 那你現在可以看看 那個水面 它的流向流到哪邊 是這邊還是這邊 是往那邊流嗎 對 那你覺得現在是 要流到哪裡去 流到哪裡去 那邊的話 是 它就是流到那個關渡 跟淡水合結合 這樣子 然後就出海了 所以現在是 我們講到海 所以有沒有想到海浪是怎樣 有 漲潮 跟退潮 對不對 對 那 所以呢 你覺得現在是 是漲潮還是退潮 現在 應該是退潮吧 答對了 所以它水就會 就是流到海裡面去 那才可以 那如果漲潮呢 它會倒灌回來嗎 對 是這樣 然後那就會 往這邊流 它會流到哪裡呢 流到 再往上游囉 對 那你覺得它會 它會一直 我們講這基隆河的源頭 它是在那個平溪 然後 它就是 然後沿著八肚就彎過來了 有人會說 這個基隆它的源頭是在基隆 其實不是 它是在平溪 那我們剛剛講到那個 漲潮跟退潮對不對 漲潮跟退潮對不對 然後漲潮它就往回流 那你覺得它會流到八肚嗎 那你覺得它會流到八肚嗎 你說呢 會流到這麼遠嗎 你可以以地名下去想想看 細紫 答對了 原來 原來叫細紫 是因為說是這個河口的潮汐 然後它是一直到細紫那個地方為止 對對對 然後古代叫做水繁甲 水繁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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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老師你 我們現在還看得到這樣子的潮汐變化嗎 當然會 現在就是退潮 那你如果說 它那個水面越來越高的話 它幾乎越來越高 它就是往那邊流 對 了解 想不到真的是 就是我們真的要實地走一遭 才知道這個地名為什麼會是有這樣子的典故 對 那講到說地名 有時候我們會了解一下歷史 像妳知道前面這是什麼橋嗎 黃色的這一個 這個我就不清楚了 是麥帥一橋 然後再過去叫麥帥二橋 那為什麼叫麥帥呢 他是那個 是因為麥克阿瑟 對 是因為麥克阿瑟將軍這個人的關係 是 那個其實我們最早的一個快速公路 就在我們這邊 就是這個它接過去的 現在有一部分就被規劃為中山高速公路 那時候這一條路做起來的時候 要做的時候是因為美元的關係 美國援助我們蓋了這一條馬路 那為什麼要取名它為那個 那個那一條馬路呢 後來我們就取名為麥克阿瑟公路 是 那為什麼會取這個將軍的名字呢 因為那個第一他是美元 然後第二是因為麥克阿瑟將軍 他是我們很友好的將軍 在那個民國三十九年的時候 那個其實美國他好像要放棄我們台灣了 那剛好麥克阿瑟將軍過來拜訪 那時候又韓戰開始 所以等麥克阿瑟將軍他拜訪之後 美國就是決定他不放棄我們台灣 就拉攏我們台灣要抵抗 那時候又剛好北韓他們那個戰爭嘛 就是蘇聯過來 所以他要拉攏我們抵抗那個蘇聯 所以就不放棄我們援助我們台灣 所以我們就想說 剛好他這條馬路蓋好之後呢 剛好就是麥克阿瑟將軍剛好過世 那我們為了紀念他 就把這條馬路呢 就取名叫做麥克阿瑟公路 可是現在麥克阿瑟公路沒有了 為什麼 他現在已經跟那個南京東路結合了 就變成南京東路 那只剩下麥克一橋跟麥克二橋紀念他了 是 了解 所以有時候你地名 搞不好可以了解一下一點點歷史 真的 所以其實就是在我們平常日常生活的周遭 就可以 所以就是其實都有一些 可是我們從小聽到大不覺得有什麼 他就是叫這個名字 可是都沒有說仔細去想說 他為什麼會叫這個名字 這樣子 這是成功北處居 那成功北呢 他是我們的公教支部 公衛支部 公共衛生 那他當時去日本留學回來 他認為做一個醫生 抗好病人 就一次只能救一個人 可是他如果去做那個 預防醫學 他可以救整個人 那他最偉大的就是 他當時發現我們台灣 很多人得到那個甲杖線 那他就研究為什麼我們台灣 很多人會得到甲杖線 怎麼 就發現說 好像是缺 所以他就建議在田裡面加點 所以我們現在吃的鹽跟別人吃的鹽是不一樣 是有加點 然後加點之後呢 如果甲杖線病就下降很多 還有就是烏角病 以前也是很多烏角病 那他就去研究 原來是我們很多台灣人是喝地下水 然後地下水呢 有很多的礦物質 像生啊什麼的 會造成烏角病 所以說 盡量就是 叫大家不要喝地下水 他就慢慢減少 所以他就 他再次的時候呢 很有研究 那時候已經排鎮 以前開始 那就研究整個台灣的 像韓正的地圖 那 所以 他 幫我們台灣人的那個 那個公共衛生啊 做很多 所以 是 醫界 蠻尊重的一個醫生 這樣子 然後像葉金川 都是他的學生 我們現在有那個健保 其實 在當局 他認為說 嗯 做事的人有老保 可以保護 那一般的人 沒得保護啊怎麼辦 所以他那時候就開始 在推健 可是 可惜他沒有再次的時候 就推成功 後來是他 學生 有幫忙 繼續推 然後才 產生我們這個 大家每個人都有健康之地 嗯 這個就是成功的 秘工 所以 老師這裡 這裡就是以前是他住的地方 對 這個是他們的老家 這個 那個 也是我們松山莊的一個 莊主 陳婦 那 他以前祖先 他是 皇后教會的 陳教師 那後來 陳商之後呢 他就 有去做 開場 煤礦 然後賺了很多錢 然後他們 買了六間 三間呢 就 編主教會 三間 他們自己去做 好 然後後來就 呃 陳婦 就是 他的後代陳婦 就當我們這裡的 第一代莊長 然後他那時候 也有成立松山絲舍 好 那也有編 所以我們 我們 聖山絲舍 有一個 陳婦 標像 好